好 今天在我們節目呢 都是出道有一、二十年經驗的人 一看 臉都好年輕喔 對不起 他們只是出道早 這裡最早出道的是四歲 對 還不是我 我剛剛還早出道喔 我還六歲喔 六歲喔 對...梁曉玲 你好 四歲就出道了 對啊 四歲的時候在路上 就唱唱跳跳 然後就被心態發覺去拍廣告 真的好輕鬆喔 好輕鬆喔 好戲人喔 四歲對不對 好這麼...你看我十二歲 歌唱比賽耶 對不對 對啊 我本人十二歲才出道 然後出道沒多久發專輯 然後就遇到了我老公 對 又嫁人了 這樣說起來 時間過得很快好不好 但也十幾年了對不對 十...十一年 從十二歲算起 應該十一 二年有... 不敢算 我都是一天過著一天快樂的日子 就好了 她好像現在已經 不到三十歲 妳在幾集什麼 不好集喔 我被講得不好集喔 對 小黎是四十歲也出道 好 這個旁邊 這個十二歲 雅筑者也厲害 十二歲對不對 我也是十二歲 好 各位 你看她那個樣子 她其實是1990年生的 今年才二十四歲 但是已經出道 十二年 十二年了 好可怕喔 好滄桑喔 配到我的嗓音 這邊都是前輩 就前輩是不是 十二年 妳... 船姐 要算嗎 二十 二十六歲了 二十六歲 這就出道二十二年了 對...要不要叫個前輩 前輩好 前陣子有一個朋友在 就是影視局服務 然後他就說 服務超過二十年的藝人 可以理那個資深藝人補助 你要不要幫我搶 可是他一直都是好漂亮 好像仙女一樣 在後台啊 我根本就不敢用正視... 正眼看他 我都這樣 小蜜對不對 好漂亮 人家四甘漂亮啊 對不對 四甘漂亮我在幹嘛 謝謝啦 好 依錦算是這裡頭 出道年齡最大 對 所以我也要叫前輩 對 十七歲出道對不對 算是一個正常的出道年齡 對 然後錄... 你幾歲出道 我剛好十年 剛好十年 十五歲 那你如果五歲的話 現在十五歲了 剛好十年 對 剛好十年 其實在這個行業 一眨眼演幾出戲就十年 對不對 出幾張專輯就十年了 這很快 然後不斷的在這裡 其實是可以做很久 因為我在這裡 所以我這樣講對不對 小蜜 妳做到我這個時候 妳就不止理自身衣服 小燕姐 妳真的做我的偶像 因為像我叫楊小蜜嘛 然後很多人就講說 那妳以後長大呢 妳老了 妳要叫楊老蜜嗎 我說 是不是啊 對 我不敢講話 對 其實叫小字在當中是很... 很可愛的 不是 我都覺得我爸爸取名字 沒有太用專心了 我怎麼覺得 就小燕啊 就這樣就取了對不對 就是也沒有算筆劃也沒有 我覺得很親切啊 有小這個字在中間 就覺得特別親切 對 叫親切的 來 請坐... 謝謝 好 來 其實小黎是四歲對不對 四歲 四歲開始當中 但是妳當中有停過一陣子 我記得嗎 對 因為我就是12歲的時候 那時候主持一個兒童節目 然後有入圍金鐘獎 然後我遇到那個沈秋華 沈姐 然後她就語重心長的跟我說 她說如果以後啊 妳想要走傳播 走得再久一點的話 妳一定要好好讀書 所以就因為這句話 從國中我就開始不接戲 然後就一直在做配音啊 乖乖去讀書 然後後來就考上極美女中 然後因為我的偶像是桃子姐嘛 我就說 那我一定要考上 政大的傳播學院 我才能夠再回來演藝圈 所以我就考上... 所以藝人妳們讀書也是 很多人這個... 對 像我... 我就一直12歲就歌唱比賽 歌唱比賽 對 然後其實是滿足我媽媽 想當新媽的夢 現在當新婆是不是 新媽 好 所以妳那個時候就是停了 就是把政大念完了對不對 我把政大就是外交跟廣電的 雙學位都拿完之後 外交跟廣電雙學位 其實我覺得讀完這兩個學位啊 也是很好玩 因為其實我讀到大概大四的時候 我在叫雙外交 我覺得好辛苦 那時候開始做主持人啊 尾牙 記者會 我想說算了啦 其實拿到一個政大廣電 應該就已經還不錯了 結果我同學的跟我說 我跟你講 現在大家都知道楊小禮 要雙主修外交跟廣電 妳如果外交沒有修完以後 妳一輩子會被媒體問說 以前不是說要修完了嗎 現在為什麼修不完呢 然後我就會覺得 不行 我一定要把他咬牙撐過去 所以我就讀完了兩個學位 才回來拍戲 其實他是自己很在意 像別人怎麼講我 我們都沒在意對不對 沒有在意... 對不對 其實...對不對 很多人是書念得不好 就不... 沒關係 我只要還存在這 在這社會當中就可以了 對啊 像NONO對不對 也不會燒菜 雞排賣得好都不會 會去小燕姐 對 那個在新聞上又開分店耶 對...這禮拜又要再開分店 對...又要再開分店了 對... 加盟的人越來越多了 我們都沒有吃到 因為要排隊 妳懂嗎 對 我已經在安排了 現在在錄上了 對 她錄完前可以吃得到嗎 可以 那個錄完以後再說 其實雅中也是12歲的時候 是在... 我12歲出道是演戲 演貧窮貴公司 周愚明 宅宅的戲嗎 演宅宅的妹妹 演宅宅的妹妹 那妳被發現也是在街上嗎 對啊 就是被經紀人發現 因為我們家是開餐館 然後她很常去... 開餐廳 所以妳在... 在餐廳畫畫啊 在那邊做事 妳那個時候就長這樣了是不是 其實我覺得 我真的沒有太大的變化耶 這是妳們... 這是我... 其實這... 好像是11歲 12歲的時候 反正就是那個街對不對 沒什麼變耶 真的 就... 五塊錢比較像六月吧 沒有啦 就像頭髮... 等一下我看比較像 最下面那個 最下面那個 那個上面是不是張蓉蓉 對...她是我姐姐 這個戲找很多人 我們這個戲就是有十個小孩 然後我就是其中一個這樣 等一下 那是朱孝天對不對 朱孝天抱的是誰 她是我爸爸 然後那個弟弟是七弟 還有六...八弟 七妹 然後張蓉蓉是六妹 我是五妹 然後上面還有二哥 三哥 這裡都還有... 這裡都還有人當藝人了嗎 大家都有吧 大家都有嗎 可是好像左邊兩位 現在比較少看到 左邊兩位是誰 不曉得 對啊 窄窄那個時候好小喔 你看 十二年前嘛 對不對 十二年前 對啊 對啊 其實你們好厲害 怎麼找到這些東西 是不是 好珍貴喔 好珍貴喔 你看張蓉蓉 張蓉蓉蓉 那個也十幾歲吧 她那時候好像還高中 高中對不對 你這個十二歲是看起來 真的很小 但你十八歲應該就是 像現在這樣 其實我覺得我好像十六歲之後 就大概就長這樣子 差不多 其實她是我普通的學妹啊 等一下這個... 這張照片是幾歲 這是我十三歲的時候 什麼 真的 十三歲 我記得 因為這時候我是拍一個廣告 然後訂妝照 那時候我十三歲 十三歲 其實有化妝很差 有點像王淨營耶 真的嗎 對 有點像王淨營 剛出道的時候 皮膚很好 我覺得有化妝又差滿多的 十三歲 妳說皮膚很好 有道理嗎 十三歲皮膚這樣不好 這輩子不會皮膚好 對不對 因為失控了 因為失控了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這個 海軍小的時候的照片 不要了 謝謝 十二歲的時候的這個歌唱 不是 哪裡 哪裡的 那個有一個是淑妹 孫淑妹 沒有 我想說怎麼這麼像 沒有 這個是三粒的... 這三粒的對不對 我就是碰狗跟瑪妞姐 一起主持的 所以妳是左邊說 妳是穿日本和服的那一件 沒有 我是穿黃色那個 什麼 這樣子 我認真了 我 我是捧花...大家是捧花 大家捧花 那時候只有真的十二歲的啊 對 那時候就是很流行 那個關東煮的頭 一個碗頭這樣 孫淑妹也沒有變 就就是... 就一直是這個樣子對不對 越來越美了 越來越美了 妳好會講話 然後最近因為入圍金曲獎 所以...對啊 這樣 希望他得獎 好 我們來看下一張是什麼 照片 好可怕喔 這個大囉 這個大一點 每個都八大的 亞洲新人歌唱打賽 這是幾歲 這個已經高中有了 這個跟現在一模一樣啊 對 一模一樣 所以妳高中就長這樣啦 這真的是一樣的命令 對 我們都是老來等 妳這張... 妳這張跟妳現在 真的沒有什麼兩樣耶 這個是... 這個歌唱比賽的 總冠軍的那一集 對 然後比完好像就畢業了 然後就... 因為蔡小虎有看到這一個 因為我剛好是參加最後一關的時候 是唱她的歌 然後她就覺得奇怪 怎麼會有一個小女生然後... 唱蔡 蔡小虎 不是黃小虎 唱蔡小虎 對 就是唱男生的歌 然後就發覺 然後就透過很多的聯絡 然後就被推薦到唱片公司 唱片公司 對 那就是正式出道 對 其實正式出道 妳那個時候是高中 十五六歲嘛 對不對 十五六歲應該有了吧 有喔 對 這個是一個季冠軍 但是這個比完 又再一個總冠軍 很久 好辛苦 太辛苦了吧 好辛苦喔 比快兩年 所以我的童年 都是一直在歌唱比賽 美台天真愛幻想 無奈心良不是我 小的時候她跟什麼盧青雲拍戲 她都跟人家講說 我大了醬 奇董哥哥他很好 他手會拖久 可是他以前就是很喜歡抱著我 然後我就跟他說 奇董哥哥以後我要當妳的新娘 然後我媽就說 妳跟哥哥年紀差太多了 這個是一個季冠軍 但是這個比完 又再一個總冠軍 很久 太辛苦了吧 比快兩年 所以我的童年 都是一直在歌唱比賽 妳看 胡超明嘛 對 這一個就是插明哥跟那個 插明哥 插明哥 插明那個好像日...日劇時代 好像...好像在演春梅喔 好像李羅大哥的感覺 其實是要拿自己的照片出來 不小心就會抖出別人很多 歷史的照片 這是胡超明 這演春梅啊 那旁邊是不是誰 對 祝寧姐 李祝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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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祝寧喔 對... 我們大家來拿舊照片好不好 太好笑了 厲害耶 就...就這樣子吧 先拿掉吧 好啦 再看一下有沒有還... 這後面的是誰 這個也是我的師兄芒果王子 荒陽哲 就是會模仿那個陳蕾的那個 陳蕾的那個 對... 芒果王子 你這個時候長得滿好笑的 那這個就是我的歌唱齊夢老師 你的招牌頭髮 你的招牌頭髮 對...這個很重要 這一張是關鍵 也是21關最後一關 而且那時候一定要揹這個 金色的袋子才厲害 為免者啊 對不對 那是第一名 然後銀色袋子是第二名 對... 所以一直在拚這個金色袋子 對 還有照片嗎 還有嗎 人景一張 什麼 這張... 這是婚前的對不對 這是藍陵王 藍陵王對不對 對...好可愛喔 妳去演戲跟唱歌又不一樣了吧 對啊 演戲很辛苦 不常沒有做過別的 所以不覺得 我們只演過戲 所以不覺得 對不對 依景跟正希 其實都唱過歌嘛 對不對 對 最近... 最近妳們是要演個什麼舞台劇是不是 對 辣妹上學去 這是一個歌舞劇 依景要演舞台音樂劇啊 對 妳很厲害耶 新的嘗試 他什麼都嘗試耶 我覺得對不對 正希也不怕嗎 一開始會 但是後來就覺得 反正就是不會嘛 不會就是要去學 那... 我覺得那個導演說 去就是去學習嘛 然後做到自己 盡量做到最好這樣 就是這個辣妹上學去 這是原創音樂歌舞劇耶 這是一個真人的故事是不是 對 真人的故事 那其實是再講一群受刑犯 受刑犯 對 所以我們整個場景 都是在監獄裡 然後就會有一些衝突戲啊 甚至... 沒有... 女子姐 你...是不是 那你...你是... 我是演小宇的那個公社辯護律師 然後我愛上了她這樣 你是演公社辯護律師 所以我想監獄裡頭 男女公益 不然我怎麼進去 所以是一個女子監獄對不對 有關靈芝還有衣錦啊 還有很多...很多人 很多女生在裡面發生的一些故事 都是要唱還要跳 還要演 還要打 對不對 有要打 有打 裡面還要打蟹啊 對 厲害...來... 可憐...對不對 其實這真的是...不簡單 剛剛我們看的是海軍的照片 對不對 對 好 小黎的照片 應該是很小的對不對 對 而且會 她的一定更多 我只是抖出... 我小朋友是這樣 這就是我四歲 剛出到第一部廣告 等一下 好可愛喔 其實還是...還是可愛的酒窩啊 對不對 小的時候眼睛比較小 現在眼睛比較大 對 好可愛 難怪在機上會被人家... 不是 我那時候被發覺 是因為我吃很飽 然後肚子很圓滾滾 然後我在美食街大唱好像 我是婆吧 什麼之類的 然後又唱又跳 然後那個心態就說 奶奶的小孩這麼活潑啊 然後就... 所以妳從小是一個 很有表演慾的對不對 對啊 因為其實媽媽從小 媽媽小時候就很想要拍戲啊 當明星 但她沒有機會 她就會小時候就 把我裝扮得很漂亮 然後帶我去參加很多的比賽 妳看 這都是媽媽 這是媽媽 媽媽沒有...自己的夢沒有 就寄託在妳們身上 對啊... 所以我把一些... 好笑耶 對啊 無期了喔 真的 這是...這是什麼戲 那時候朱妍廳導演的電影 狗蛋大兵 狗蛋大兵 對 其實她還是有在重播 她就是一直重播 然後有時候啊 就是一直重播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 我好像還是這個年紀的小朋友 但是有些人就覺得 這已經很久遠的電影 我現在應該也是三十好幾的人了 其實都錯了 她只有二十好幾 對...二十好幾 二十好幾 還沒有嫁人 而且郝少文妳好像前一陣子 還跟她演過戲對不對 對啊 我回來的第一部片 就是遇到她是男主角 然後那部作品 她讓我就是有入圍金鐘女主角 就是那個 愛情替身 愛情替身 就你們兩個演出 你知道我在看這個戲的時候 我有特別找這個戲來看 看得很...你知道就覺得 小孩子長得好快 而且他們都各自... 你知道小的時候演戲 郝少文哪裡是在演戲 就自己... 就在那邊玩 就在那邊玩 可是到了大了是真的自己在演戲 而且其實我跟他合作這個作品 我感觸很深 因為小時候拍戲 可能就是打打鬧鬧 但是到了這部片 因為我十二年沒有拍戲了 這是我第一部 然後他就像一個大哥哥一樣 會帶我 教我 然後還會安撫我的情緒 真的嗎 我比他大一歲 妳比他還大一歲 我比大一歲 那時候就是拍到那時候 才剛回來 然後就扛女主角 然後壓力很大 那個導演都喜歡玩 那個一鏡到底的東西 所以我那時候前三四天吧 拍完回家都一直大哭 我就覺得我好笨喔 小時候很會演 為什麼長大 導演都覺得我好像沒有到位 然後他還會傳LINE啊 傳什麼跟我說 妳很棒 妳要加油 然後我會一直陪著妳這樣 好可愛喔 其實你想你們兩個小的時候 那個時候大概也不見得 會多講話 小的時候他跟什麼吳其龍拍戲 他都跟人家講說 真的嗎 真的 因為其龍哥哥他很好 他手會脫久 可是他以前就是很喜歡抱著我 我那種超胖的 然後就這樣扛著我啊 又抱又輕 然後我就跟他說 其龍哥哥以後我要大妳的新娘 然後我媽就說 妳跟哥哥年紀差太多了啦 真的耶 對不對 對啊 我都覺得我以前講這些話 都好合理喔 是不是 對啊 像嬌哥也是這樣 對啊 嬌哥都還沒有妳大吧 以前跟嬌哥在主持節目 我也說以後要嫁給他 結果他現在女朋友比我還年輕 是不是 非常的合理化 非常的合理化 對 對 就是小燕姐 真的講的時候 小燕姐 那個主導演 妳們那個時候那個戲來做宣傳 對不對 小燕姐都沒變耶 哪也沒變 變多了 對啊 其實所有都要消掉很多 對不對 其實那時候就是像小燕姐的節目 妳也是一直跟我說 要讀書啊 要什麼 所以我覺得我很幸運 就一直到現在 書可以讀完 其實是像小燕姐 有好多人都跟我說 要好好讀書 其實我是覺得 讀書並不是說那些知識 你說像幾何啦 或者是哪一些東西是 妳要運用到 九九成法 表示真的會運用到其他的 但是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妳會學到很多東西 妳會學習去看東西 妳會學習去體會東西 然後妳會學習交朋友 我覺得這個學生時代還是 一個很重要的階段 主導演好年輕喔 我覺得很好的回憶 妳媽媽都會把他寫下來對不對 劉德華 妳有沒有說要嫁給他 有 妳有沒有說要嫁給他 大概有劉德華啦 郭富城啦 吳其龍 金城武 我都說過了 妳也算是好運氣的童心啦 遇到這麼多人對不對 而且他都帥哥 這個是真的要嫁給誰嗎 沒有 這是我上上部戲 那時候被我配對的是士賢大哥 對 因為他演我男朋友 他演妳男朋友 最後還結婚了 這個 對啊 可是那這部戲拍滿久的 然後他也很照顧我 一開始啦 我會覺得說 士賢哥就是歌嘛 就是怎麼會... 對 不敢說 可是他拍到最後會覺得 其實真的入戲了之後 就會覺得說 自己跟他真的是天生一對耶 人妻哈帥哥 老公吃素 大發飆 好帥 我想說我想嫁 進入演藝圈 因為有時候我看到他 我就說好帥喔 我老公都會翻臉 什麼呢 什麼呢 在演藝界比你帥的人 真的很多很多啊 一開始啦 我會覺得說 士賢哥就是歌嘛 就是怎麼會... 對 不敢說 可是他拍到最後會覺得 其實真的入戲了之後 就會覺得說 自己跟他真的是天生一對耶 這個孩子啊 對 就是火頭好養他 這是什麼戲啊 就是我最近剛殺了一部戲 然後是登安寧導演的作品 這是半老中 對 我從14歲演到54歲 對 妳覺得妳演哪一個年齡最下 其實我覺得還是演大概 二十幾歲的時候最是自己 但是我發覺我還滿能夠 詮釋大概30 40歲的那一種 媽媽的心態 因為其實從小都是媽媽帶著拍戲啊 所以媽媽的一舉一動 都滿影響我 所以其實 身體住了一個老人 老靈魂在裡面 其實這對妳演戲 其實是有幫助的 我覺得對不對 像妳 我記得我之前好像也是二十出頭 也是二十歲演一個五六十歲的 然後那時候是演 李智希大哥的太太 演一個老師 為什麼 這個角色要找妳演 是不是 這個製作人怪怪的 對啊 我覺得好怪 然後自己演起來就是卡卡的 然後就不由自主就會 演到一半 又有那種年輕的那個體態 然後導演就會說 骨頭沒那麼好 所以我覺得演奏好過癮 因為其實像我上一部啊 這個拍完呢 我又接了一個是一個72歲的奶奶 她回春... 妳為什麼都變這麼老 不是 她是72歲 回春到20歲的一個故事 所以我在演的時候就是 因為裡面也有小孩嘛 現在已經演到人家媽媽了 然後我就覺得 真的會有那個母愛的感覺 然後我就覺得 這種入戲之後 對我以後或是交小孩或什麼 我其實都還滿有幫助的 妳有交男朋友嗎 我去年剛被劈腿 小燕姐 妳可以幫我找好男人嗎 好 那沒關係呢 那陸正希 這類型的 好 講到這裡我沒有跳回來 好 理解 第一個是拍廣告嗎 是 那陸正希呢 我是拍MV 你是...你去拍MV啊 對 我是... 拍誰的MV 羅大佑的 羅大佑的 你都不去拍羅大佑的 而且是一直到播出 我才知道我拍了羅大佑的MV 你拍MV 這是你嗎 對 他唱什麼歌 停不住的愛人 你是哪一邊 另外一邊 你是左邊 右邊的那一邊 對 沒有 他全部都要混血 他要混血兒 他要什麼 他要混血兒 可是... 你是混血兒嗎 就他們看照片以為是 然後結果去了 他發現不是混血兒 所以他們有點虛 應該還好 這還是讓你拍的對不對 他還是讓我拍的 那是要找混血 對 那要找江榮榮啊 我覺得這有點好笑 真的有點好笑 這個是你幾歲 這好小喔 這個是17歲的時候 我那時候在小刀的大國異星 出過一張合輯 對 出了一張合輯 跟許惠欣和K1 對 這是17歲的時候 17歲 這麼多人 你旁邊是誰 薩如芝 薩如芝 對 這張照片 看到大家都還比原來漂亮 是不是 這是你幾歲的時候 這是... 這是近期了23歲的時候 那個頭髮 這個頭髮 這是自由年代的頭髮是不是 對 自由年代 對 自由年代 你那個... 但是我真的覺得 因為我小時候 就是很喜歡李奧納多嘛 然後我小時候就一直 每天都要用中分 然後噴很多膠 然後一年級的時候 國小一年級 結果一直到 你知道你有一個年代 郭富城那個嗎 對... 對...這樣 就我怎麼知道長大之後 我還會在頂上這顆頭 而且還拍了自由年代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依景 依景其實是拍廣告 是... 17歲的時候 旁邊是誰啊 但是... 旁邊的有一個女生 好像後來有演戲 但現在好像比較... 不太清楚 男生是誰呢 男生...其實都是... 那時候都是模特兒吧 都是模特兒 看起來都是滿俊男美女的 但在這個行業的時候 妳的頭髮 我覺得好像小朋友 那時候就剪這個樣子 好可愛喔 對 那時候還沒有矯正牙齒 妳還矯正牙齒啊 對 我中間矯正過牙齒三、四年 妳也是嗎 牙齒對不對 跟我一樣 我也是三、四年 所以妳... 妳明明有三、四年 怎麼沒辦法接戲囉 我中間剛好因為有演... 有一個角色是要演牙套妹 所以導演就找出來 妳剛好戴牙套 所以我就只有拍一部而已 好 依景那個時候拍的是波爾可 這個好可愛喔 妳沒有太多變化耶 這是後來一、二年的時候 發片的時候那一陣子的照片 所以跟那個前面那個... 已經相隔... 相隔多少年 十年 我說不清啦 應該有五、六年吧 六、七年 五、六年 其實我認識一鏡 她大概就這個樣子 就停頓 這個是妳... 拍廣告的時候 然後我是因為這個廣告 然後轉拍戲 才有機會可以接觸到 才有機會拍戲對不對 這是炸雞嗎 可能是那個廣告 這個是什麼 這是... 這是那個什麼戲啊 第一部... 自己演的第一部戲 然後是華視的八連檔 華視的八連檔 鬥之口 什麼魔女... 對 魔女18號 對 還有少偉啊 妳看 這個戲的演員很多耶 妳跟他們演的時候 誰最會教妳戲 可莉姐 光哥 可莉姐 光哥 他們都很照顧我們這些新人 然後跟後輩 光哥好帥喔 對 光...那個張誠光 對 光哥很帥 小時候夢想想嫁給他 小時候夢想想嫁給他 進入演藝圈 好 勉強地接下一組 因為有時候我看到他 我就說好帥喔 我老公都會翻臉 真的嗎 Nono 吃什麼醋咧 真的耶 我講的 不是妳老婆講的 她的眼中只有妳 雅筑進來的時候想嫁給誰 怎麼聊到這個話 我想一下喔 我們... 妳那個時候12歲是... 對 剛進來的時候 妳有想嫁給周瑜伴嗎 沒有 朱孝天 沒有耶 顏承旭 那時候對他們做什麼 妳好正直喔 都沒有想想 都沒有啊 那妳在想什麼 她竟然是妳想去 妳上街頭真的在放空 放空在我在幹嘛 就是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啊 就是說妳現在在從這裡走過去 然後想 然後演很尷尬 然後我就會這樣子 真的嗎 因為其實我對於12歲的記憶 滿少的 就是我只記得 我媽會帶我去 然後... 然後我就演戲 然後很累 然後回家睡覺 我媽幫我卸妝 然後隔天一直去上課 然後一直喇咳睡 這就是我所有的記憶 小黎一定都是這樣子對不對 妳一定記憶還滿深刻的 我記得滿深的耶 因為我媽媽很愛照相 然後她從以前都是24小時跟著 所以其實我們家相粉是 一整個廚藏是滿滿的 然後我記得我小時候拍戲的時候 那時候很多古裝戲嘛 所以我就不管是吊鋼絲啊 爆破啊 爆破 那個爆破 那個時候就是... 白天吊鋼絲其實真的很幸福了 我還曾經半夜在陽明山的後山 然後吊三層樓高 要在樹林裡面 這樣從這棵樹 吊到那棵樹 然後還有一次是在半夜的時候 就是地上會埋爆破嘛 然後他們在我屁股綁一個鞭炮 就是一點燃之後 我就要跟老鼠炮一樣 就啪... 然後因為我太害怕 我跑很快 然後導演就說 跑那麼快幹嘛 剛剛沒拍到 再一次 妳這樣不會受傷嗎 他們有... 你知道 那左左右右真的太幸福了 現在有兒福 對 保館啊 就是她工作不能超過幾小時 而且去什麼工作都要去報備 真的 所以都要報備 比如說她今天是去哪裡 來小燕之夜做什麼 幾點鐘到幾點鐘 真的 所以現在小朋友都很... 所以現在我很難拍 對 不能隨便整個吊放式 不行的 還有眼眶放前場 挖掘啊 對啊 然後其實是跟大人的公司一樣 那種三天沒有睡覺的都有 而且那時候我還要上課嘛 我跟媽媽約定就是 沒有前三名 考試沒有前三名不能拍戲 所以我只要 就是一有休息時間 我就要趕作業 然後一定要努力拚到前三名 因為我很喜歡演戲 出道感受大不同 失去童年 愛放空 早點出道 其實需要磨練的事情很多 會更知道我以後要怎麼做 就是沒有童年 就是好像少了什麼的感覺 妳根本就是在想玩啊 因為人家就是說 我小時候怎麼樣 我跟同學怎麼樣 然後我有什麼 沒有 因為妳沒有記憶啊 因為我都在放空 妳是在放空 而且那個我還要上課嘛 我跟媽媽約定就是 沒有前三名 考試沒有前三名不能拍戲 所以我只要 就是一有休息時間 我就要趕作業 然後一定要努力拚到前三名 因為我很喜歡演戲 妳是很想去演戲 所以為了演戲去念前三名 對 我覺得拍戲是一個獎賞 妳們都太幸福了 對啊 我覺得我們好幸福 是不是 雅竹說 我在學校 我怎麼... 我有後面前三名就不錯了 妳應該說我有去上課 就不錯了 對不對 我記得我那時候座位 永遠都是坐最後一排垃圾桶旁邊 因為我最少去啊 因為我都要請假拍戲啊 然後老師會諷刺我 然後我就說 好男生看到你喔這樣子 那沒有辦法 你們還好吧 正希 你在學校有被霸凌嗎 沒有 不過發那一張合集的時候 那時候還高中嘛 然後去學校上廁所 同學就知道 就發現你 然後 上廁所為什麼才發現你 等一下 你這講話有怪怪的 因為男生...女生都是一間一間 男生是站著啊 所以他一定看得到你 然後男生就是... 所以他就說... 沒有 他就說 上半部認不出來 就說 後來我一整個學生 當然會上廁所 一整個學生之間 都不敢去上廁所 真的嗎 不會也是喔 你知道嗎 其實喔 男生我覺得真的也是... 有的時候不合道 女生就一間一間嘛 男生都要站在那裡 然後對藝人來講真的不公平 人家上廁所站著 然後看到你 他這樣 對啊 好壞耶 很多男生對不對 就會很尷尬 所以很尷尬 而且他在走廊看到你 他也不講話 他就是到了廁所站在旁邊 陸正希喔 就是... 很棒 這樣子啊 沒關係啊 真的笑得不敢上廁所 沒有半年的時間 所以男生真的比較晚熟耶 對 因為我覺得女生就是 高中應該就不太會這樣子 國中的時候會 對 就是會小小霸凌等等的 可是高中應該就不會了 高中妳已經有人追了吧 有學長啊 有學長會有 妳應該12歲就有人追了 妳13歲的照片就已經... 對啊 可是沒有 妳會不會引起一些 叔叔伯伯喜歡 叔叔伯伯 其實應該是說到現在才有 以前雖然我長那個樣子 如果還是一個小女生啊 可是看到照片其實就是 可以拿出去相親的那種 可能那個照片可以拿出去相親 然後一看到面 一講一句話就 小妹妹 但是現在妳去 人家會不會覺得 妳是1990年生的都會驚嚇到 驚嚇啊 因為很多人問我說 妳是幾年 有一次我給那個唐麗琦老師算命 不是算命 也就是看那個星座 然後他就說妳民國幾年 他說妳幾年生 我就說79 他說 我就說不是 他說不是什麼 我說民國79 他說怎麼可能 沒有人相信啊 那會不會在妳 沒有滿18歲的時候 因為很多...很多男生 帶女朋友出去 如果未滿16啊 未滿... 其實是犯法的對不對 對啊... 妳都可以冒充對不對 妳不需要冒充 我不行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的年紀啊 我那時候就想說 在學校認... 不是 工作的時候 有認識一些朋友 然後他們會約我出去 然後我那時候就很掙扎想說 我要不要冒... 就是謊報我的年齡 因為如果說我16歲 然後他們就想說 妳為什麼要帶個16歲的朋友 跟我們一起出去 可是如果我謊報的話 他們有一天知道 他們就說妳為什麼要騙我 所以我那時候都交不到朋友 好矛盾喔 真的 好可憐喔 對啊 因為很尷尬 長得漂亮也... 對啊 對不對 其實... 其實我覺得 我們因為出道早 所以如果楊曉玲 人家問妳說出道22年 大家都會... 對 然後大家就開始 就不要這樣... 我才26歲 其實妳... 妳回來都接一些主持的工作 演戲其實是這幾年的事情 對不對 因為後來到大學的時候 都在主持嘛 然後畢業之後就是那一部 跟郝紹文有入圍金鐘獎的戲之後 然後我就覺得 還是有興趣 而且其實入圍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動力 其實小時候拍戲真的很辛苦 然後會讓我覺得 其實我畢業之後 我並沒有想要回來演戲 我就想說來當主持人之類的 後來就那一部戲之後 開始演 然後我都喜歡挑戰一些 比較奇怪的角色 所以其實因為也沒有簽經紀人 然後戲接的也不多 但是喜歡一些比較奇怪的角色 像我上一部戲還演過那個 黑道老大 老大本人喔 蒙面大道 然後開門都不用手動腳踹 然後旁邊的那個手下都是大男人 小燕姐 我好喜歡看那個 小黎前輩拍戲 我小時候真的看她的戲長大的 妳小時候看她的那個狗蛋大便嗎 所以我小時候我覺得 然後我就對這個小女孩啊 什麼嘟嘟是不是 她真的有看我的戲耶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看電視 我好討厭這個嘟嘟小妹喔 為什麼 因為她很調皮啊 對 她說的嘟嘟這個名字 是我的第一部戲耶 那時候我演那個 愛偉大哥的女兒 然後就很胖 然後又很愛哭 就很調皮 就真的她很... 她的那個戲真的精髓做得好好 這讓我這種... 妳有沒有比她大幾歲 妳講到像婆婆媽媽的感覺 對啊 真的 我在想 妳那個時候 妳應該也跟嘟嘟差不多嘛 對不對 妳比她大一 兩幾歲嘛 對啊 不要大個... 不過這樣真的是 妳看她戲長大沒什麼 妳就在補她一槍 妳用她這樣講啊 雅筑啊 雅筑是我國中的學妹喔 然後... 雅筑是妳的學妹 我們是面紅的 對...她1990 對 對 所以我跟雅筑 雅筑是我國中學妹 大家就說 學姐吧 老師學妹 為什麼 說...就是因為妳看起來 就已完熟啊 然後... 比較...只是比較早熟 對 我那時候就是 看起來就是... 雅筑妳如果去跟不熟的人 然後妳說 我已經結過兩次婚 我們也不相信媽媽 我也可以演媽啊 但是妳演媽不見得可以喔 是嗎 對 看起來妳不像會當媽 不像會當媽 但小黎就會可以... 就有母愛的感覺 因為其實我... 我之前那部戲啊 我的兒子跟女兒 他們實際年齡 都比我大個三 四歲 所以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我扛得有點辛苦 因為其實一般那種戲會 少女時代是一個演員 然後年老的時候是一個演員 但是製作人他決定要讓我試試看 所以我從頭演到尾 然後演到有小孩的時候 我就覺得 天啊 他們都三十幾歲了 所以我怎麼演得出來 可是就鄧導很好 她就說 鄧導說 妳四歲就出道了 她就說妳就看妳媽吧 妳就演什麼樣子 所以其實演戲 對一錦來講也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像音樂劇 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對不對 一錦來 就是... 其實我... 我比較是那種 坦白說是 其實我進演藝圈 其實當模特的時候 我自己沒有什麼明星夢 我只有覺得 賺錢 然後有錢可以拿 然後拍拍廣告 好棒 然後後來也有很多的機會 然後也很感謝很多人給我機會 然後接觸到戲劇 然後接觸...認識到薛仲銘老師 然後才有了發片的計畫 然後一、二年也發了片 然後陸陸續續 都有很多的貴人幫我 然後甚至... 我記得上次妳來是趙導演 對 趙哥 找他演戲 他說我們問趙導演 妳怎麼會找他演戲 他... 為什麼呢 因為趙導演這樣很好笑 為什麼呢 對不對 對 因為一錦是一個 對 讓人家看起來 基本上他不是像小玲那樣 好像可塑性很高的 他是看起來就是一個樣子 你想想藝人有分可塑性 或者是妳很有型 對 雅豬就應該算是很有型 那小玲就應該是可塑性很高 就可以去演各種不同的角色 謝謝 那正... 沒關係 沒關係 趕快找到 其實你看起來 比你自己的年齡要小一點 因為你其實前面幾個系列 也學生嘛 對不對 對 但是我其實是 在近幾年才開始有人說 你的臉看起來年紀很小 因為我在以前就長這樣了 然後是到近幾年開始 大家說你年紀開始好小喔 你15歲就這樣子了 對不對 所以到了25歲正好 所以有10年是 他叫做尷尬器對不對 現在回想一下 其實還滿有意思的 人生喔 其實你看他 跟郝少爺有這樣的緣分 依景也是從拍個口香糖 你也是 根本不知道就是拍了羅大佑的 對 其實拍這個會有影響到你以後 要進入這個演藝圈嗎 我覺得是拍完之後 在電視上看到自己 對 然後才開始好好玩喔 就是用抱著那種扮玩的心態 好 這下玩得有點久了喔 對 一直去玩下去 一直玩下去 其實我覺得有的時候 人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 但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像小黎那麼小 就做功課 我要考前三名啊 我要去演戲 其實是很少人很小就會知道 這樣子的事情 但是呢 人如果提早知道 如果...如果可以重來 你們還希望不希望出道早一點 應該不會後悔吧 因為喜歡唱歌嘛 對 妳不會後悔 妳不要 我不要 我覺得我會一樣這樣選擇耶 我也是 我也是希望早一點出道 早一點出道 其實需要磨練的事情很多 早一點磨練完 對啊 而且之前就是 大S他有一天報導就寫說 他覺得藝人其實就是 活了人家的八輩子 然後因為很快速的 要吸收很多新東西 然後又去體驗人生 對 妳一下就演七十歲 妳真是... 可是我覺得這樣可以 讓我提早去珍惜很多 現在有的 然後會更知道我以後要怎麼做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所以如果出了事情很留戀 就是沒有童年 就是好像少了什麼的感覺 他們都想要認真 對 妳的個性OK的啦 因為人家就是說 我小時候怎麼樣 我跟同學怎麼樣 然後我有什麼 然後我就說我沒有耶 因為我都在放空 妳都在放空 其實有的時候有人問我說 我會不會遺憾沒有童年 可是我反而慢慢的自己 去消化釋懷以後 其實不會 因為我現在在做這個事情 是我未來的事情 我覺得很... 而且我覺得這是難得的經驗 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有 不同的童年 跟不同的青春期 但主要的妳要記得 好...我現在都記得 好 這一次的浪費上學 其實是8月7號在新北市 是... 8月7號到8月9號 在新北市政府的集會堂 你們在政府集會堂啊 對 8月15、16在高雄智德堂 8月29、8月30日 在台中的中心堂 對 希望你們可以演出成功喔 加油 謝謝